大家好 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首先请大家按一按订阅的按钮 和旁边小钟仔一有新片就收到了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文章 是帮港出声博客施志生所写的 他的文章题目是 《高调乱港,鬼随落幕,民阵19年的罪与业》 千呼万唤此出来 传了几个月的民阵会收档的消息 星期日 8月15日 民阵终于发表声明宣布解散 十几年来 一个香港叱咤风云 反对派最大的政治动员平台 民阵以前的系威系势 事事高调 如今解散 竟然变得鬼鬼祟祟 连个记者会都不敢开 只是发出一纸简短声明 就正式步入历史的废墟 实在令人唏嘘 以及得淡笑 与教协倒闭一样 民阵的解散 同样应验了两句话 一句是 物极必反 另一句是 多行不易必自弊 做人做事做得太过分 做过了头 将香港搞得个天翻地覆 最终的结果就只有倒闭成为过街的老鼠 教协和民阵今天的结局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 与人无由 只能怪自己 贪性不自输 民阵宣布解散 有黄媒在报道时为民阵贴金漂白 形容民阵是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平台 看见这几个字和民阵挂钩 第一个反应是觉得 是一个很难的Gag笑话 第二个反应就是 今时今日的黄媒颠倒黑白的语言艺术能力 仍然十分高超和厚面皮 2019年是香港黑暴横行的一年 那年疯狂的黑色暴力 将香港搞得鸡犬不灵 那年民阵在社会形势紧张之制 举行的6月9日 7月1日游行 请问哪一次是以和平落幕的呢 另外6月12日民阵号召的集会 直接在金钟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 7月1日游行 更造成暴力冲击立法会 暴徒占领了议事厅 这一壮壮将香港带入暴力漩涡 万劫不复境地的好事 民阵都是引爆冲突的幕后黑手 如今还佩戴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光环 黄媒讲难夹应该是引人发笑 而不是令人作呕 如果要埋单计数 民阵2002年成立去到今天 年年香港回归日的喜庆日子 都搞反对政府反中央的七一游行赠庆 有没有尊重过香港回归的事实 有没有顾及过中央和14亿同胞的感受 同样 民阵年年搞元旦游行 每年开始的第一日 都例牌游行唱衰香港 实在是大吉利是 立心不良 为香港带来衰气 为反中势力带来弹弱 如此种种 庆祝难输 事实上 至2003年 拉倒23条立法的七一游行后 民阵早就变本加厉 越来越激 而且致此着巨大的政治动员力 视香港法律如无物 既不依法进行社团主策 更有估算 问真匿利 借诸游行筹款 获得预五百万元 账目不清不楚 资金去向不明 加上借用会员 团体户口 处理捐款 更有洗黑钱 和违反税务条例之严 至于有无牵涉外部势力 有无触犯到港区国安法 相信执法机构 都会一一检视 民阵解散声明说 解散是成员团体的一致决议 民阵剩余的大概160万元资产 会由托管团体 捐赠去给其他的团体 对于这个声明所说的两点 实在令人质疑 民阵最高峰的时候 有超过60个团体会员 包括公民党、民协等等 去到今日山水 据称只有8个剩下 包括支联会、社民连、工党等 这说明了什么呢? 嘴巴最硬、最激进的 这些反中乱港的团体和政党 在政府拿正来做 执行法律和国安法的威力下 一帮反中乱港的牛鬼蛇神 无论把口有多硬都要一一跪低 不敢再作恶 另外 有可能触犯法律的嫌疑下 民阵剩下大概160万元资金 不是民阵 说想捐给谁 就可以捐给谁 执法机关应该尽早采取行动 暂时先将有关的资金凍结 以防有人非法转移可能涉违法的资金 然后再慢慢进行仔细的调查 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任何人都不会有法律的特权 曾经在政治上呼风唤雨 风头无量的民阵也不例外 和教协一样 民阵解散就想一笔勾销所有罪业的痴心妄想 犯法有时落网有时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所有曾经参与民阵的团体和个人 包括那些经常出镜的前召集人 或者是时候要为自己所作过的恶买单 民阵申请2019年10月1日游行 不获法、不反对通知书 试音、民阵呼召集人陈浩环 就于是联同李卓人、何俊仁、梁国雄 宣布以个人的身份 承接了民阵原本的游行路线 结果他们就干犯了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被判入狱18个月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民阵亦多次罔顾大众的安全 继续申请游行 当然得不到警方批准不反对通知书 甚至是被禁止 在7月1日的时候 民阵拦着火头 之后就有人在当日上街 同样在期间发生了多宗暴力事件 包括早前被判刑的唐英杰 驾电单车撞警察事件 民阵又曾经联同多个组织 去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要求联合国就多宗酷刑作出调查和监察 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国安法 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多个组织都知道民阵很大机会会出事 所以纷纷跳船 这些组织包括了 民主党 街工 民协 公民党 天主教正义 和平委员会 民主 中国阵线等等 上述都可以见到民阵间接引爆暴力骚乱 这都可以被和媒形容为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平台 真是只可以说佩服两个字